出品第二节目 不知道有什么感应 自从我中了生计之后 我就觉得说当我去做生意的时候 跟人家 meeting的时候 我总觉得做事很顺利 不会有好像 以前每次都是 顾客都不爱见我 见我了之后又不爱跟我讲话 可是自从我中了生机 我的做事跟顾客 meeting 谈话跟接下生意的时候 是很很顺的过 所以even我有时跟朋友 还是跟朋友介绍顾客 还是有人介绍顾客的人员 跟贵人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说 中了生机 让我做的东西都是很顺 很过得了 所以that's why 我要做第二次生机了 你还要再做生机吗 要 我已经中了两次生机 可是我问了master Kenny 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 我每一年都要做一个生机 是我能尽量可以做多一点生机 我就做多一点生机 还有我的家人 我是说我可以尽量的 也是让我的先生 我的儿子也是中生机 因为我觉得说 如果中生机真的是 是可以做了平平安安 顺顺利利做事 很顺利 又不会这样 头痛 就是说当你跟 当那时候我没有做生机的时候 我去见顾客的时候 每次都是 那个生意的结架都很辛苦 每次要做了一种生意 都是要走到很远的路 可是自从我中了生机之后 做东西都是很顺利 不会好像 不管多难的事情 都很顺顺利的过 跟人家讲话 人员 贵人都是 都有很多帮助 that's why我是说 中生机真的是 是一个很好的 谢谢你分享 中生机 我以前是在一些 综艺节目 三个节目看到 他们讲到很神奇的 不过我一直以来 对这个东西 我觉得很好奇 但是又很怀疑 到底还有没有效果 就一直到我认识了草茂大师 他就跟我讲了 很多中生机的东西 刚巧他又找到一个生机地 问我有没有兴趣中 可以让我试下 看下有没有效果 那你只要一中 哇 效果就不得了了 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发生就是 在两个礼拜里面 因为我是卖课程的人嘛 在两个礼拜里面 我一推出个课程 刚刚出第一个post 连广告他还没有答 我就直接收到超过 30个以上的报名 我是真的是没有想到有这样夸张的效果 这个收到的学费呢 是我两个月的收入 所以这个中生机第一个给我的印象就是 一中下去的效果就那么强了 这样子我当然是不觉得说要 如果是说 只是一下子的强势 当然是没有那个意义在了 我就在观察了 但是我去年12月中了生机 一直到现在呢 我发现在我的客人 对我的看法或者是说 我的客人对我的信任是越来越高 然后他们给我的 他们更加愿意提供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大胆给我 然后更多新人 在我不需要任何宣传下 我的客人都会介绍我的服务给其他人 越来越多的客人来了 所以我很明显发现到 我的生意在这半年里面 去年12月到现在了 它的提升接近有5到6成以上 这是我中生机的第一个效果 就是觉得它确实对我们的 生意是有很大的帮助 大家好我是一个愿学工作者 愿学工作者是什么呢 就是风水明理占卜 甚至是和一些神秘磁场打交道的人 都是通常都是叫做愿学工作者 那我个人呢 就比较实时求时 很多东西我会作出严证 再去讲出那个结果 那为什么我会中生机呢 是因为房间呢 有很多讲生机的好处 那我就去验证了 我去中生机了 中了生机之后 有没有效果呢 实际上 我的而取过是收到一些 我要的效果 有几个效果 比如第一个效果 我身体的健康改善了 那我的生意有增长了 第三件事呢 就是我的工作能力都提升了 先讲我的健康呢 我以前的睡眠质素不太好 我醒了 我要转一段时间 慢慢地睡回去 但是现在呢 我半夜醒了之后呢 我转个身 我就可以睡回去的了 就不会有失眠的问题了 那第二件事呢 我工作那里呢 是我的生意那里呢 我生意那里呢 是明显有增长的 以前来闻的人多 现在来买的人多 这件事很明显 那第三件呢 工作能力呢 那我们跟一些寻秘厅打交道的 我发觉 我很多东西呢 处理到得心应受 就是这三样的 就已经足够了